區裡半韓投票越來越接近 民進黨市議員的服務處 辱罵電話也越接越多 要讓我們恐懼的電話 有時候可能一些事件發生之後 一天十幾通都有可能 同一個人連續打了四五通 打到我們助理不堪其擾 把電話放在旁邊 他還繼續罵 議員吼奈心疼助理受辱 和律師討論不排除提告 而距離罷韓投票倒數計時 不只是韓國瑜的支持者焦慮 韓正宜更是動作頻頻 再度對罷韓提出抗告 他這種氣急敗壞 荒腔走板的行為 就知道老天有眼 老天要滅韓 用台語說的 那就是人家說的 就是教室要拔大 就是他也是期待 他就是在法律的判決的過程中 可以出現對他稍微有利的 一點點地方 他希望可以來藉此來翻身 距離罷韓投票只剩下八天 韓正宜不放棄抗告 回顧從四月份來的法律攻防 四月八號提出了罷韓投票 停止執行 四月十七號遭到駁回 韓正宜上訴 五月七號再駁回 過了四天 五月十一號韓正宜更改訴訟標的 再度提出罷免訴訟 五月二十二號又被駁回 沒料到五月二十八號韓正宜再抗告 這已經是第四度申請停止罷韓 都交給律師 他提供他的專業上面的建議 那我們都會尊重 罷韓投票六月六號就在下個禮拜六 僅僅剩下八天 韓正宜不放棄抗告 頻頻出招干擾 對韓國的形象恐怕還得繼續扣分 三連熊黃岐昭和鄭鳳高雄報導 所以在更加充電執行最後的 、你之前在一堆 各地下駅,不可以